好 主播各位觀眾 我來帶您關心晚間的最新消息 民眾黨的副總統參選員吳新穎 今天晚間將啟程飛到杜拜 參加COP28的會議 那麼這一回 台灣有派出四名立委 包括了民眾黨是由吳新穎代表 那麼國民黨是國民黨立委吳怡丁 以及民進黨立委洪燦翰 還有時代力量立委陳焦華 四個人組成的團體 要到這杜拜去參加氣候變成會議 而那飛機是晚間11點40分 而吳新穎在9點半就抵達桃園機場報道 不過現在因為他還有副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所以特勤為安當然不敢大意 大約有15名的特勤隨戶警戒 而且排除在動線內的旅客 那麼當然跟隨吳新穎報道的隨戶不只有一位 官局不願意透露實際的隨行言數 不過這一回到杜拜去 其實就連同行的立委都講到了 的確多多少少會影響到行程 那麼這一回由於要保護副總統參選人的安危 那麼國安特勤當然也不能大意 跟到了杜拜去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你為止隨意的不想要保護副總統參選人的 這次是申請說不可怕的 不必有其他人 估計劃副總統參選人的